我想問一下,現在年輕人還用Facebook嗎? 其實我是兩個都有用 但是就是我在美國就是跟大家認識 通常大家都是加IG或手機 對吧,就是 對,而且美國人很喜歡用TikTok 哦,對,真的 那我要加你IG 雖然我平常是用Facebook的老人 但我要用IG 那你有在用TikTok嗎? 我沒有耶,我沒有 對,我沒有在... 沒關係 等你身旁的朋友都在用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用了 他可能會先分析一下TikTok的資安威脅 對對對 這個研究主題我推薦給你 好,謝謝 感覺很有趣 感覺很有趣,對 我們很期待你 就是明年回來投稿PyCon2022 然後分析TikTok的資安 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 是,我會往那個方向研究 你現在收聽的是PyCast 一個由PyCon台灣熱血志工 組成的Podcast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將會邀請到PyCon的 創始元老來講鼓 或是邀請志工、講者來這邊 跟我們分享學習 或是工作中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 拍起來 欸,是貓,問你喔 你平常有沒有在聽別的Podcast節目 當然有啊 我們自己錄節目也要做一點功課嘛 所以我會去看看別人是怎麼做節目的 當然還有一些節目就是 光是聽就是很紓壓 純粹就是休閒娛樂 嗯,那你都 那你平常都聽什麼節目啊 我會聽一些就是討論動漫的 宅宅的節目啊 還有,像我覺得有個節目很有趣 它是叫做大麻反不反 就是討論大麻相關的法律問題 就是光聽節目名稱就這種很 chill的紓壓的感覺 欸,聽起來還蠻有趣的耶 那像我自己平常都是聽像 白鄰國啊 古埃或是呱吉這樣子的節目 不過我現在跟你聊這個主要是 我想要推薦一個我最近在聽的節目 叫做分泰食堂 食堂 這什麼類型的節目啊 美食節目嗎 其實就是國泰的Podcast節目 邀請在金融業工作的資料科學家 數據分析師來開箱fintech的工作 讓大家更了解在fintech領域的工作經驗 與職壓心得 耶,陪來的太快就像龍捲風 原來你撲個那麼久是要介紹分泰食堂這個節目喔 欸,不,這你就搞錯了 咦,我搞錯了嗎 因為我要介紹了不只是分泰食堂這個節目 我還要介紹他們的臉書社團 LAB無線大實驗室 以下簡稱無線大社團 這個社團關注金融科技的技術應用 探討領域包括城市語言 雲端、AI大數據、資料科學等 不定期會舉辦實體或線上的技術小聚 歡迎在臉書搜尋無線大社團一起加入交流 社團也會不定期分享fintech相關的工作值 卻讓你收穫無線大 也陪來的太快就像龍捲風 Benson真是太強了吧 好啊,另外提一下喔 其實我今年有參加國泰的技術年會 他們找來三大雲端巨頭 合作分享跟雲端技術有關的主題 技術含量超高的啦 在無線大社團裡面還有不定期的活動抽獎 好社團不加加嗎 加,請聽眾朋友現在立刻馬上打開你的臉書 按加入 國泰金控不但連續三年贊助拍cast 而且他們還是今年的 欸,等一下等一下 三年前還沒有拍cast 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好啦,這個是我的夢想啦 重點是他們已經是第三年贊助拍抗台灣 哇,原來是大乾爹的部分耶 為什麼不是乾媽 好啦,那就既然是乾爹也是乾媽好了啦 連續三年不但是乾媽還是個老乾媽 重點是國泰金控是今年最高等級的白金贊助 這麼支持社群的好企業當然要推一個囉 以上的業配內容就歡迎聽眾朋友參考 加入他們的社團 訂閱他們的podcast 但是還是要聽我們的podcast 記得五星吹捧 兩個都要 沒錯,五星吹捧 今天非常開心我們邀請到 Yung Inspire的講者 然後現在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 沒有講錯吧 哥倫比亞大學的CS就讀大一的 蔡佳恩, Jacqueline Tsai 哈囉,歡迎佳恩 耶,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像剛剛Bason介紹一樣 我是Jacqueline 然後我也是目前要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 資工系的學生 然後呢,我高中的時候是北一女 AI研究社的社長 那我在高二高三兩年的期間 也有在奧義智慧科技 就是一個自安新創 就是進行兩年,一年半到兩年的實習 所以就是也很開心能夠來到PiCast 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我們也很開心 對啊,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就是 我是在Yung Inspire這個PiCon的附屬活動 就是裡面認識到佳恩 然後那時候聽了佳恩就是分享她的經歷 覺得非常有趣 所以想說那剛好可以就是邀請佳恩來這個節目 然後Yung Inspire就是 都是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就是高中 的年輕人 的年輕人,對對對 對,所以 如果就是你還沒有看過這節目的話 上YouTuber可以找到 嗯,對對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那時候聽你們的演講 就會覺得說,欸我高中都在幹嘛 真的 對,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四貓怎麼樣 但我高中的時候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感覺你們都是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們今天 真的會特別覺得 可以邀請你來跟我們分享你的經驗跟想法這樣子 然後或許說 有一些現在還在高中的這些學弟妹 他們可以聽聽你的意見 然後他們可以參考你的這個路線這樣子 那 對,那我 呃,因為從Yung Inspire裡面 我們其實有聽到你說 你之前在 呃,一開始是 就是 好像是先學習C語言還是什麼的 就是 哦,C++ 對 那我想問的是就是 C++就是一個比較 底層的語言嘛 嗯,然後他也是比較 比較難以上手 對 可能比較新手不友善 然後你怎麼會 一開始 往這個方向去接觸 哦,其實 哦,這個都要說到 就是我國三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國中讀 啊,不是 國三 升國一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讀言評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 學校有一個 就是城市設計的校 校對選吧 然後這也算是我第一次 接觸城市的一個契機吧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 城市是什麼東西 然後 只是我媽說 欸,這看起來很扭曲 要不要參加看看 然後那時候 就參加了 他們學校辦的一個屬訓 然後就覺得 還蠻神奇的 就是 就是那時候 就很喜歡 就是利用 邏輯去給電腦下一些指令 讓他能夠 做一些你想要的事情的 這個過程 其實讓我就覺得還蠻喜歡 後來就決定 參加那個選拔 就是從 這一開始的 100個人到50 來到最後十幾個人 的這種選拔 後來就覺得 後來就在 也代表學校 參加了很多比賽 然後我覺得就是 在可能社課 他要探索這個過程中 還有參加比賽這些經驗 就讓我特別確定就是 OK 程式設計是 應該是我蠻想要 就是繼續深入投入的領域 對對對 回到剛剛你的東西是 你們這是一個社團 然後 你去參加這個社團的選拔 是這樣子嗎? 嗯 它有點像是 半社團半校隊的形式 因為它主要還是 由學校來經營 對 所以一開始他們 提供你們一些課程 讓你們去上 然後慢慢的再 過濾掉一些 沒有興趣的學生 哦 對 就是會有一些考試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可能發現沒有興趣的話 也會慢慢就是 看退出或加入這樣子 像這個隊伍有什麼目標嗎? 比如說你們會去參加 什麼大的比賽 或者是什麼的 嗯 其實我覺得 最主要目標 那時候我在演評的時候 是參加一些城市類的比賽 像那時候我參加一個叫做 是在台大舉辦 NPCS NPSC我想起來 NPSC的比賽 最主要是參加那個比賽 對對對 這個比賽是給中學生參加的是嗎? 給國高中生都有參加 國高中生 對對對 因為我有聽過幾個不同的競賽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這種背景出身 所以也不是那麼清楚這樣子 聽起來是蠻好玩的啦 那所以說你是在國一的時候 就已經有接觸到城市語言 然後慢慢的在這個過程覺得 很有興趣 那你後面是感到有趣 所以你後來有自己去發掘一些 東西來學習這樣嗎? 就是其實我其實也不是 就是一路以來 就是喔從國中開始 就喔我超級愛城市 我一定就是完全一條路走 因為其實我中途也有一些 曾經就是質疑過 就是欸我到底適不適合城市 就是城市到底是不是我想 因為我感覺我好像也只接觸過這個領域 然後就那時候有一陣子也在 就是也在自我 在反思 就是到底城市適不適合 換也是透過這種反思 然後接觸不同領域的這個 這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就發現 自己其實是相對於比賽而言 其實自己是比較喜歡一些應用方面 就是能夠實際應用的一些領域 就是Computer Science如果分更細的話 其實會更傾向於就是學習一些能夠實際應用在一些情境上的一個方式 所以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經驗的時候 後來高中的時候我就開始決定就是接觸AI這個領域 因為就是那時候也是剛好聽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演講 或者是不同的線上的資源 就發現AI其實在很多不同領域 無論是醫療資安等等都有蠻多的發展潛力 所以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 從國中一開始接觸程式到高中開始往AI這個方向的一個算式過程 對 那我想要問一下 這是我看到你是AI研究社的第二屆的社長 那所以你們這社團還算蠻新的 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你們社團的宗旨是什麼 然後或者是說你們平常社課的時候會做一些什麼事情 OK 我覺得我們社團中指主要可以分成就是更深更廣更更遠這三個面向 更深就是因為目前我們發現到大部分的高中生 其實能夠有一些吸收或學習AI資源其實並沒有很多 大部分只能學到一些很粗淺的一些理論 所以呢我們希望透過更深就是能透過一些project的實作的方式 以及去深入的去探索或者是甚至擴展到服務水 去讓高中生或一些學生能夠有更深對AI這塊領域能夠有更深入的體驗跟學習 然後更廣的方面就是像我們會辦給起衝學校或者是給女高中生的一些AI和城市方面的教學活動 然後也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塊領域能夠推展到推廣給更多的更多的就是有需要的學生或者是更多不同的族群這樣 然後更遠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希望長期以來的話就是能夠 我們能夠透過比如說像剛剛前面提到一些project一些服務學習 還有比如說像我們有參加一些比賽能夠讓更多的也就是有點像綜合前面兩個的目標 就是能夠讓更多的人就是認識到AI這塊領域能夠更提早的認識AI這塊領域 聽起來是一個有很大的報復的一個社團 那就是你們加入這個社團的人啊的成員啊你們都是怎麼去就是篩選出適合的人選 是大家都一定因為你剛剛其實有三個目標嘛就是更深更廣更遠 那在我想要深入一個技術跟知識領域之前我們應該要先對他感到有興趣 那是不是在加入這個社團的這些學院他們都是一開始就知道AI在做什麼 然後真的很感興趣然後已經有一些基礎的知識了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們其實北女就是蠻就是都大部分就是你只要想加入這個社團 你都可以加入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可能其實一開始我可能也對AI沒有特別認識 在加入這個社團前可能我對AI也沒有那麼深入的認識 但我覺得就是只要有一群就是OK我們可能都對這個東西有那麼一點點的興趣 只要有一點點的興趣的時候 其實他就可以真的促進一種就是彼此能夠去討論然後去共同促進這個目標 可能這個目標可能就是在一開始加入之前可能會有點比較小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很棒就是這個想法其實就跟現在有這麼多open source的這些社群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是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人所以聚在一起然後去對像妳說的插出火花 好還給世貓 那像是你們社會課的內容是你們就是同學之間就是討論出來還是說你們是有指導老師就是跟你們一起討論 然後有沒有特別就是比如說你們每一個學期有沒有什麼比如說要實做某個project 類似像這樣子的計畫 嗯 可以講我當社長的那一年就是我們大概因為那時候上學期的時候主要是我們幾個學姐會負責社課的內容 那就是我們會去找一些可能可能一些不同的AI project像是可能影像辨識啊或者是最基本影像辨識啊或者是讓AI學會怎麼去分類啊判斷疾病這種就是網路上還有蠻有蠻多人都在就是有有經驗的一些項目 然後會透過幫學妹帶這些然後會去稍微做一點研究之後然後在設課的時候就是帶學妹一起做 然後同時也介紹一些融合一些AI比較抽象的概念進來然後下學期的話因為我們有認識一個就是指導老師 然後那個指導老師就是他是他之前是台大電機系的畢業生然後那時候就很很幸運能夠遇到他 然後他也在後來就在社課上當任主要指導的指導老師對然後他也會帶我們更深入的去探討一些可能到自然語言處理就是更深入的一些project 那除了在社課就是做這些實作的project之外就是我們也會安排許多活動像是企業參訪還有還有那個就是像我剛剛提到就是去體衝學校做服務學習的活動 還有例如就是韓訓 屬訓這樣子 嗯嗯嗯嗯 欸剛剛提到關鍵字喔就是就是你在演講的時候分享到就是你是透過去企業參訪的這個經驗然後拿到了一個實習的機會嗎 那要不要跟對跟沒有聽過的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OK喔我記得那時候在那個Yellen Spire我有說好啊這個我那個實習的契機其實是一個就是挫折跟主動爭取交織而得的機會嗎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剛升上高二也是我剛當剛開始擔任社長的那個暑假開始的時候那時候就是我和那些社團幹部們就創立一個給女高中生的一個AI屬訓活動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活動中其實我們也蠻希望能夠有企業參訪這樣的環節 因為能夠這樣就是可以很很深入的幫高中生就是能夠實際體會到就是科技產業是如何應用這塊領域的一個一個經驗 但是那時候就是我們在找就是這個科技科技實習科技企業參訪的過程的時候就是我們得到大部分的回覆就是喔我們只招待高大學生的企業參訪不招待高中生 然後但就是在一接連這樣被拒絕被拒絕的過程中然後就還蠻幸運就是有一天就收到就是奧義智慧很熱情的邀請我們到奧義智慧參訪 然後也就是因為在那個參訪的過程中就是那時候我就在聽到那個公司創辦人就是Birdman他介紹就是奧義運用AI然後去驅動一些政府還有一些金融企業 或者是各種不同一樣不同的企業的資安防禦就讓我真的蠻大開眼界的因為其實就是我從來都不知道就是原來在資安這塊領域AI有那麼多的發展潛力 然後尤其那時候那時候除了公司的創辦人之外還有聽到其他研究所的實習生他們也有在實習的這個計畫中就是代表台灣獲得全世界的資安攻防賽的一個亞軍的時候 就讓我真的非常嚮往就是能夠在就是非常有活力的這樣的新創環境當實習生 所以就是到我們企業參訪結束的時候然後走到公司門口然後我就那時候我就毅然決然就下定決心的直接衝回那個奧義智慧 然後去像就是公司的創辦人還有一些實習的負責人就是問喔能不能就是有機會在奧義實習 然後就是也非常感激就是那時候奧義大家也願意給我就是這次挑戰的機會這樣子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背後的故事真的很有趣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你是說你們企業參訪大家已經步出那個大樓了然後你就突然一個人跑回去然後按電梯的按鈕然後就上樓然後進去大喊 就是在電梯門口然後跑回跑回去這樣子 然後你就大喊說我想要加入奧義科技是這樣嗎 嗯因為那時候就是在奧義參訪的時候其實我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喔你當下已經在規劃了 對對對然後那時候就有問就是關於實習的事情 對對但真正下定決心就是在那個門口剛好 跑回去對對對然後也不好意思讓大家都在等我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看什麼事情 對啊真的很勇敢 我覺得這真的是主動爭取非常積極就是高中生真的是很熱血 而且我覺得奧義奧義智慧他們也很勇敢 因為真的是蠻多公司都不收就是不但是不收高中的實習 甚至可能大一大二就是大家也沒那麼偏好 對對對因為用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也才剛脫離學生身份沒有多久 但我們蠻多都是大三大四才開始實習 就是一般來說大一可能很多企業他們是會覺得 我們可能還很缺乏相關的經驗 所以它比較少開缺額給我們這樣子的 呃經驗還不足的這些學生 那可是因為你今天是高中生然後 然後這間公司就願意給你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真的覺得說非常的厲害 就是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你就是除了你剛剛很積極主動這一部分 你有沒有你是因為你具備什麼樣子的背景經歷 你覺得他們才會錄取你 你覺得他們才會錄取你 澳一智慧的人面試的時候反而發現他們其實比較著重的是我自己有興趣 然後想嘗試的領域和方向 因為畢竟身為高中生其實本身如果要說能夠跟可能已經可能跟大三大四的學生比較 其實這方面的經驗肯定是會比較缺乏 但像當時我在面試的時候就被問到說 哦我對於加入比如說程式組專研演算法比較感興趣呢 還是加入比如說AI team就是結合資安和人工智慧的應用 比較感興趣 然後像當時我就像我之前聽到就是有一段猶豫期 就是發現自己比較喜歡應用的領域的時候 我就能夠毫不猶豫的選擇就是AI team 對對對 然後除此之外我覺得如果說有什麼條件就是讓可能讓他們比較為之一亮的話 就是雖然那時候我的確沒有什麼專業方面的技能 但是我那時候在實習在加入奧義智慧之前 我一直都有在花時間就是自學一些科技業的比如說基礎技能 像是程式設計啊網頁設計等等的方面 像所以那時候我在奧義面試的時候 他們就聽到我哦我第一個學的程式是比較難的C++ 而且在網路上也有就是自學一些機器學一些課程 然後自己去嘗試做一些project的時候 他們都蠻蠻驚訝的 所以就是也蠻推薦就是可能 對於對於實習可能感到比較有點迷茫的學生也可以 就多嘗試去累積一些比較容易入門的一些技能 所以自學能力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其實這也是我們很好奇說你在高中的時候 怎麼有時間還去額外自學這些就是程式語言 就是因為你應該也有很多課外的活動嘛 就是除了除了你在社團裡面 那可能你也有參加一下校內的比賽 那可能還有一些學業的東西要準備 對啊就是你怎麼安排你的這個schedule 其實我覺得因為其實我覺得那時候 我在國中的時候就是參加那個校隊 其實就是有累積一定的程式方面的基礎 所以如果再去接觸其他的程式語言 其實就是可能換一個語言的講法 或者是換一個方式 而且包括在實習方面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在python上面有更深入的鑽研 其實好像就是透過可能社團啊透過實習 就是透過這樣不一樣的活動 其實的同時也有在累積一些相關的技能 對對對 然後至於如何平衡就是這些活動的話 我覺得我雖然一開始會多方面的涉對 但是我最後還是會努力的去讓自己能夠保留 就是自己其實最感興趣的一些活動 對對對 因為像我知道很多就是像我的同學們 可能他們都是會認為就是 喔我一定要參加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就是對才會讓就是可能大學知道 履歷開始很豐富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後來其實我發現 我至於我在美國申請美國大學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他們就是其實真正 會讓你有收穫的一些活動 其實是你在同一個活動 然後長期的投入下才會有比較豐富的一些收穫 對高中生要升級美國大學 對高中生要升級美國大學 對高中生要升級美國大學可以好好參考這個非常寶貴的建議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就是因為實習就像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課業也要兼顧啊 然後學校也有一些活動 你平常可能自己也會自學 那就是實習它具體來說是怎麼進行的 就是因為像如果是大學可能暑假進行的實習 也許是一整天然後一個禮拜五天 然後或者如果是在學期中的話 可能就跟公司講好說是每個禮拜來公司幾天 或者是說是要固定完成多少的project 那可是高中生時間應該比較沒那麼彈性 就是那你們是怎麼進行安排著呢 哦對我真的其實在這邊也要特別感謝奧利智慧的人 因為他們也就是有考量到我有本身有學生的身份 所以在就是上課的學期間的期段 時段的話通常我一個禮拜都會去大概一到兩次 就是利用放學大概晚上六點到七點半的這個時間 就是在公司跟兩位指導的一些mentor 就是能夠進行一些討論跟學習的方面 然後可能就是那時候討論完 可能就會有一些實作的部分就會再回家去做 那寒暑假的話寒暑假的話就會比較密集一點 也是這樣全天式的這樣子 然後一個禮拜大概三次左右 一個禮拜大概三天左右 對對就是目前實習上的 就是我高中實習上的安排大概是這樣 嗯哼哼聽起來就是還是蠻緊湊的啦 就是已經利用了整個高中可以額外擠出來的時間 都花在這上面了 所以說你們的實習進行是 你可能去跟他們做一些指導的東西 然後你回去再用你自己閒暇時間做這個project的研究這樣子 嗯對 所以你們的實習其實是比較像是研究性質 你會產出一個project這樣嗎 嗯可以可以這麼說大概是這樣 嗯對 那你有跟其他的實習生做 就是一起合作做project嗎 噢我在想看 我在高二的暑假其實就那時候暑假就有一群 因為大部分的實習生都是在暑假寒假這段時間過來 那時候暑假的時候 雖然我們因為大家都 大家的方向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的project都不一樣 但那時候就是我們有一起就是 一起就是有一個實習的成果展 就是可以知道就是大家在實習期間都有 有什麼不一樣的什麼產出跟project這樣子 然後就是包括之後我們也會一起去吃飯啊 去討論一些就還蠻有趣的 就是雖然工作的時候大家可能都是在做各自獨立的工作 但是就是還是有很多可以就是彼此交流的機會 欸你們這個成果展就是你們自己內部嗎 還是說是有提供外部的人去參加 嗯就是那時候就是包括我們公司的全部人 然後包括我們的創辦人也有邀請就是大學的一些教授 還有邀請一些南部的高中生 因為那時候好像就是因為第一個高中生的這個經驗 就讓他們發現其實高中生也有蠻多就是可以 蠻多可以就是蠻多潛力可以在實習這塊領域 所以那時候也有邀請到南部的一些高中生 來聽我們的這個就是實習的成果展 其實我有看到那個實習成果展的新聞 然後我在那個新聞裡面看到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Birdman說Birdman說 我們有個高中的實習生 然後就是好像還有要特別就是跟他父母介紹 他們是正當公司不是奇怪的什麼駭客 對對對 你要分享一下嗎 嗯就是那時候也就是在我面試完的時候 然後大概就是差不多確定要去奧義實習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就是Birdman就就問我說 你一定要一定要請你的爸媽就是來公司參訪 就是就是才能讓他們知道就是我們公司在做一些什麼 因為通常資安就很容易讓大家 其他大部分人聯想到就是可能 然後駭客啊或者是比較可能一些比較不正當的手段 但其實有另外一方面的駭客就是抵禦這些比較 比較不正當行為的一些駭客 而是強化一些資安防禦的方面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爸媽就有到奧義智慧參訪 然後也有到那個奧義智慧的那種Family Night的活動 然後他們都就是表示很驚訝 然後也就是他們也都非常感激就是奧義智慧能夠給我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所以說我想問的是你當初怎麼跟你爸媽說你想要去實習 他們同意嗎第一時間 嗯哦因為像我那時候衝回去是一個非常就是臨時和衝動的舉動 所以我就是也就是回家跟他們說欸我好像就是我有對實習這個感興趣什麼 就是跟他們講但我覺得他們都一路以來包括我想要去美國念大學 包括就是我想要實習包括想要做什麼活動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的支持我 所以也滿開心 感覺爸媽非常的開明 對對對 欸對了那那再問一下你們實習 對啊你實習是有薪水的吧 喔有我大概是 我大概因為我是高中生所以我大概領的應該是一般實習生大概一半左右 大概一個月XXX左右的 喔不然你直接講出來 沒關係我可以幫你把這段剪掉 對對對 我可以消音處理 OKOK 謝謝 但但就是我覺得實習的最終目的 那時候對我來說還是收獲啦 對其實主要是更多實質上的收獲 而不是就是薪水這方面 我覺得就算沒有薪水的話我還是願意就是到奧義實習 嗯嗯嗯嗯 我看到你在實習的期間就是 也有去參加一些公司的活動 比如說擺攤啊之類的 喔對對對 對那其實奧義智慧就是在資安的一些conference都有出現過 然後他們很有名的就是 常常會請大家吃冰淇淋 你有吃到冰淇淋嗎 喔對那時候 我今天那時候還蠻有趣的 就是那時候我們去企業參訪之後 然後Berman還有私下問說 如果你們社團有什麼就是要有的活動的話 我也可以願意就是支柱冰淇淋這樣子 聽起來真的很棒 很人很愛吃冰淇淋啊 對 雖然最後沒有吃到啊 最後最後還是沒有吃到 不過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不過我知道的確就是奧義在蠻多不同的可能大學 都有幫忙學生協助一些活動 然後他們就有吃到冰淇淋 真的 用這個手段來吸引年輕的學生 年輕的肝 Berman在資安圈其實也是個大大 然後他們就是奧義的三個co-founder 都是從就是很老牌的資安社群chainroot出來的 然後Berman也是台灣駭客年會的主要成員 然後之前就有吃冰淇淋的傳統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所以說你應該在實習期間有參加過很多這種社群的活動 對對對 其實還蠻有趣 像資安展那時候 然後我參加了兩年就是2020年跟2021年的兩年的資安展 那第一年就是我們那時候奧義有創辦一個資安的桌遊 然後我們實習生就會向大家介紹 喔資安的桌遊還有資安的小學堂 就帶大家認識一些資安的知識 對其實因為那時候我進入公司 就是其實對資安這方面其實還是沒有那麼理解的 對主要都是在城市的方面 所以也就是透過這些活動其實也就讓我真的蠻深入的認識到就是資安這個領域 然後也能夠同時不只是自己學到還能夠就是跟更多人去分享介紹 對然後第二年的話我記得就是那時候我們好像奧義的規模又更大了一點 所以那時候就有到就專門去招募實習生的那個攤位 然後跟很多人分享就是我的實習的經驗 對對對 對因為你有分享到說後來有很多高中生來看你們實習成果展嘛 所以就是你在實習之前 因為真的很少聽到高中生去實習 在台灣我們網路上找也很少有這樣子的新聞 因為畢竟你也是其中一個範本 那你有沒有認識其他也是高中就在實習的人 我好像也沒有特別認識到其他高中實習的人 但是就是我到那時候在美國申請其實我覺得我發現其實蠻多 因為其實實習這個項目是在已經在高中生就是能夠填活動的那個工作欄的其中一個項目 然後我也發現到其實蠻多國外學生其實也都可能沒有像我這麼長期 但是可能就比如說寒假暑假都有投入一些實習的研究計畫或者是什麼樣子 我有在網路上看到有一些人分享他們高中的時候 呃就可能會在寒暑假看一些學校假如說Stanford啊 然後他們有很多研究室他們就看那個老師 他們有沒有最近有什麼計畫在招人 他可以去裡面做一些比較簡單的事情 就是類似這樣子對 然後他可能就直接寄信去問說欸可不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像就有點像你剛剛自己跑回去 去要了這個機會一樣 對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聊一下你你在實習結束之後啊 你不是有再去參加像是你有投稿PyCon 2020的演講 因為2020演講應該就是去講你實習的時候做的這個project 然後後面也是把這個project拿去寫成一篇期刊投稿到I Triple E這樣子 那我們是想問說欸你那時候為什麼會投PyCon 哦其實那時候我投PyCon的時候是在我還在實習的那個過程中 就是我好像一直到高三下學期就是高三結束的時候才結束 就那時候那時候其實也是因為就是我兩個實習的mentor George跟寬寬 還有創辦的Berman就蠻鼓勵就是我能夠把我這段實習的經驗 還有我在實習當中做的project 就是能夠把它就是整理然後變成一個能夠分享給很多人的一個故事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就是投稿投稿PyCon 然後投稿PyCon然後那時候在PyCon就是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自己的經歷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發現欸其實它這塊領域其實有更深入的一個發展的潛力 所以我們後來又再更深入的去改優化這個project之後 我們又把它寫成一個就是research paper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把它投稿到IEEEE 對 然後就是能夠在IEEEE的年會上分享 對 真的是讓那個當天在聽那個Yung Inspiron演講的聽眾直接都跪倒了 就是呃有很多人留言說欸讀到碩士還沒有辦法投稿到 IEEE這樣子 覺得真的非常的厲害 那呃我有去看那個IEEEE CyberHunt 它在它的官網 它去年年底的時候在call for papers 然後它有幾個建議的主題方向齁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你在做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的這個項目 那我想問的是其實你是不是在實習之前你就瞄準了這個研討會 還是說你就是你只是剛好做CTI這個主題這個研究方向 所以你才去投稿它 喔喔這最主要說到就是我一開始實習的時候 就一開始實習的時候其實因為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主要就是兩個實習mentor 就是他們會帶我就是認識就是喔Machine Learning這塊領域是怎麼在自然上應用 然後之後講到很多不同的理論還有應用的面向 然後也就是蠻剛好就是在這前一到兩個月的過程 就是剛好我們有一天就討論到那個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然後中文就是資安威脅情資分析的這塊領域 就是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如果想要打敗敵人就必須要先了解敵人 然後實際實作方式就是透過匯整 然後分析網路和企業界一些潛在的資安情資 去有效預判這些日性月益的資安供給 對對對就相比傳統的可能貓捉老鼠的這種資安防禦的方式 其實是更有效能夠提前去預判的一個方式 對那時候我們討論到這個領域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我們也有去看一些就是 剛原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一些現階段的研究 然後我們發現這些研究主要都是針對就是英文的資安情資 所以我們就想到如果我們可以結合就是中文的資安語言處理 然後加上機器學習的Data Analysis 然後應用在就是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這個領域的話 就是也就是究竟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所以這也成為我實習Project的一個靈感 是建立第一個自動化的中文資安威脅情資分析系統 所以說你在去實習之前你也不知道你會做這個嗎? 你們是在實習過程中慢慢摸索出這個方向的? 對對對 那我好奇問一下就是雖然說現在大學才剛開始 不過就是像如果你是對AI感興趣 AI還有還蠻多不同的應用領域 你覺得接下來就是你可能會往哪一些方向就是比較感興趣 想要去探索看看嗎? 哦對我現在其實有三個方向都蠻有興趣 第一個就是像延續我高中做就在OE製作的就是能夠結合資安跟AI的方面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那時候因為我在做資安的一些研究方面 也發也因為認識到就是金融行業其實也蠻需要這種資安防禦 然後剛好也進而就是接觸到了金融行業這方面 所以也有在考慮就是把金融工程結合一些AI能夠去做一些預判的一些模型 或者第三個的話其實就是把這三個彙真起來 就是因為金融加資安加就是AI這方面 對對對 其實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喜歡的東西全部參在一起做殺尿能玩 對對對 你知道C-Con這個社群嗎? 就是學生計算機年會 我有聽過就是OE很多人都有跟我講過這方面 對因為我們想說其實你高中生你可能更有資格 因為這個就是學生的計算機年會 然後對啊 就覺得欸你當初感覺也很適合去參加在這個上面去分享 因為我好像也有看過高中生在上面就是做一些演講的 對我那時候也有聽到就是那時候好像兩個mentor也有建議我到這個上面 後來好像因為就是時間的關係 所以後來就是主要是在Pycon跟IEEE上面 對不如有機會的話也想要去嘗試看看 對啊因為我覺得佳恩的經驗就是應該是可以帶給就是其他的同學很多啟發 那另外再問一下就是你之前在就是用高中實習嘛 然後你又做研究 那這樣子你同時 喔對還有申請美國的大學 那你同時有沒有在就是準備台灣的大學考試 喔我是用繁星 因為對那時候其實真的還挺忙的 那時候就有點是把所有的經歷主要都花在美國大學申請上面 對然後但我還是有去考學冊然後用繁星申請這樣子 因為感覺 因為我沒申請過美國大學 但是申請美國大學應該還是要提供一些在校成績 嗯對 所以說其實對你來說在校成績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對啊你怎麼去檢顧 其實這邊我主要是想要問說 你之前好像有提到你有一個考前抱佛腳的秘訣 但是在直播上面來不及跟聽眾分享 所以這邊給你一個機會 教那個在學的學弟妹 怎麼快速的考前抱佛腳 然後同時又可以累積大量的經驗 嗯好 其實我跟我很多同學講他們都覺得蠻有趣 就是我會幫每一個科目都做一個類似SOP的一個計畫 就是那時候我在複習的過程中 然後我可能也會同時做一些筆記 但是筆記比較像是考試時候的SOP 比如說是喔我看到什麼樣的關鍵字 我要聯想到什麼樣子的解決方式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解決方式是 就是我覺得我覺得就是像 比如說像理工這塊領域其實就是 你的每個公式或者是你每個演算法 其實都算是一個工具 然後就是最主要就是你要怎麼去有效知道 喔什麼工具應該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什麼工具比較適合 然後知道你手上有哪些工具這樣 所以我覺得把它就是把你知道能夠用的所有解法 就是能夠把它整理成一個就是SOP的那種方式 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說就是幫助蠻大 就是我可能那時候忙到就是可能只有考前一個禮拜 或甚至是三天能夠開始準備段考的時候 所以我都是用這種方式能夠快速抓到一些重點 聽起來真的是很資資工人的思維 好啦那最後想說你可不可以給現在還在就學的這些人 他們一些建議跟鼓勵 嗯建議的方面的話我覺得不一定一定要實習 但是我覺得主要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高中學生 就是積極的向外探索和爭取 能夠幫助他們自己創造更多的新契機 像包括我的實習機會 包括那時候我們後來社團也有做一些大學教授的演講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也有在那些活動認識到一些大學教授 然後其實那時候有跟他們問到 就是個人做研究的機會 雖然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機會去跟他們做研究 但他們就是也就是透過那些活動能夠 真的是幫自己創作更多的新機會和契機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的話我覺得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像有效率去平衡課業實習和課外活動 像哦其實我很常被問到就是像您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難道你都沒有在睡覺嗎這樣子 其實就算那時候即便在忙的時候 我都會堅持就是每天晚上一定要11點半就直接睡覺 因為就是就是會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也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也知道因為不讓自己在一個時間段前就是能夠睡睡的話 就是其實很容易就是有一直不斷拖延拖延下去的一個症狀 所以就是我覺得能夠因為知道自己的目標 所以能夠更有效率的去平衡這麼多不同的活動 然後最後一個的話就是大膽的去嘗試 就是因為像我 當然我過程中 雖然可能現在聽起來就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成就 但是其實過程中 因為我遇到蠻多的挫折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回去看來都是一些戰時性的 就是這些挫折都是蠻戰時性的 那我也想再多了解一下就是因為你有提到說 欸你現在確定了你自己目標 但是中間有一段就是迷惘的過程 那就是相信其他同學可能也會有那種迷惘的過程 然後可能會不太確定說哪一些東西是我未來用的上的 會不會有些東西我現在學了以後用不上 就是你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或者是一些鼓勵嗎 我可以講一點點就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噢我可能現在在資安這塊領域 可能我去挑就是可能在資工這塊領域 那我可能去挑戰比如說機械啊 或挑戰電機這種不同的領域 但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其實是要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樣子的 你自己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像我自己個人我就很喜歡有應用型的 又可以有分析的一些項目 還有一些可能邏輯啊等等方面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我做的事情是一個很 可以跨很多領域而不是只在單一領域專研的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 就很容易對很多事情都感興趣的人 所以我覺得只要對自己有自己喜歡什麼 然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方向更深入的了解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也能夠幫助你找到就是想要什麼樣的方向 對然後至於就是我覺得也不用很擔心就是學不到就是 可能現階段學的不是你自己可能未來不一定有用 因為我覺得現在各大的很多人就是他們其實現在也可能也在摸索 就是自己想要什麼領域 但是我覺得就是每個經驗其實都挺寶貴的 比如說就算即便我可能現在用不到就是可能美術啊 高中時候學的美術跟音樂 但我覺得他們都是也是都是算是蠻塑造就是我這個人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而且挑戰一些就是可能之後不一定用到的東西也可以讓你知道就是 可能我在這方面的確沒有興趣也幫你就是排除掉一些選擇這樣子 我覺得對所以這應該也就是我想要給就是一些高中生或學生的一些建議 我覺得很棒耶 謝謝 我還有一個小小的好奇 就是你自己私下有沒有其他的興趣還是說你大部分時間就是都在思考程式的事情 雖然主要還是都focus在AI程式這方面 但那時候我有參加比如說我們學校的英文辯論的校隊 然後我自己額外也有在學太極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對就是有在參加一些太極的比賽這樣就是有蠻多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就是國外的教育其實也蠻希望就是你是 不是只有專精在一個項目而是可以成為類似像斜槓青年那樣子就是能夠 有很多不一樣的領域都有涉略到 對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有想法 然後很有抱負的有為青年 所以你說你等一下是什麼活動啊 哦我等一下是我想想看 哦我是要跟就是一些 就是我們新的訓練有一個活動是跟一些國際學生去 去辦電話卡 對就是去做一些就是生活 生活必需品一定要有的 對對對 好那是嗎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不然的話我們就 也都問差不多了可以讓佳恩趕快就是準備出門 對對對 畢竟時間很寶貴 還有很多精彩的活動 對非常謝謝你們兩個就是就是在在拍Cast就是就是問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也在這個talk中就是也其實又再一次的回顧自己的高中生活 我也覺得非常的開心跟有趣 嗯我覺得你真的很客氣 我覺得很棒很棒 對謝謝你來上我們的節目 好那就今天就感謝佳恩來參加我們節目囉 嗯那我們就一起跟聽眾朋友說個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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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覺得今天這一集我們聊了很多跟佳恩聊了很多東西 尤其啊我覺得我們聊到很多奧義科技 對啊 你覺得奧義科技是不是應該找我們業配 或至少要請我們吃個冰淇淋吧 呵呵呵 真的 好啦開玩笑 好啦開玩笑 對開玩笑而已啦 Firman大大有聽到嗎 大大突然有點口渴 呵呵呵 好啦好不開玩笑了 言歸勝算 我覺得今天跟佳恩聊完之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目標 然後也很有熱情的人 就是聽他分享他做的這些東西 都是他已經有就是充分的去思考 然後去想過這是他喜歡的 然後就他就很有熱情這樣子 那他也對後面有很多的規劃 那我覺得說就是相比之下 我高中的時候可能沒有像他這麼有目標的去 去規劃自己的這些方向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讓我們採訪他 也是覺得非常的難得 那我也把這一集推薦給那個 還是高中或是還在讀大學的這些學生 可以來聽聽一個高中生的這樣子的心路歷程 或許對大家都是很有幫助 其實我覺得佳恩的熱情就是很能感染我耶 就是即便是出了職場就是工作幾年 有些人還是可能會對於未來方向不是很確定啊 或者是說不太知道說自己的真正喜歡的東西 或不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很喜歡剛才佳恩就是給未來方向還不太確定的朋友的建議 就是說即便即便就是你可能不見得確定什麼東西是你要的 或你不要的 但是沒有路是白走的 嗯哼哼 我覺得這句話就是送給大家 那我們真的很開心今天可以邀請到佳恩來我們這個節目上 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也學到很多 好 那今天就收到這裡喲 好喔 今天就收到這裡喲 好喔